快點跟著來 好來 下台 下台 因為後面爭議非常大呀 不是說今天把它改變就沒有事的問題 這邊指的稱謂有哪些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就是哪些會被改變這樣子 你說男女雙方嗎 對啊 還有什麼雙親之類的這樣子的一個稱謂 其實父母就是父母嘛 對兄弟姊妹就是兄弟姊妹 你為什麼要改成雙親呢 去問就是那個主辦單位的意見 但是我們也會想要問一下 你們需要到媒體部門你跟他們談 因為這方面是他們統一在負責的 那我們的責任就是讓他們來練習活動不被干擾 你們是哪一個 對我們是臥草就是立法院採訪證 對 你等一下 好麻煩您 本來很多人覺得說男生愛女生是什麼 天經地義 那現在呢不是了 男生可以愛男生 那你跟你的好朋友出去男生 勾肩搭背 我就懷疑你們是同性戀 為什麼 因為可以嘛 現在這種是 這種是open的 這種觀念一旦 一旦變成一種長鬼的時候的話 台灣就亂套了 那你身分證的性別 叫做什麼 LPGP 那我想一句 那我拒絕 我是男的 你知道嗎 你沒有給我選項 我拒絕 性別只有男跟女 今天我是個殘障人士 我就 需要把全台灣改成無障礙破道嗎 不方便嗎 就是我們所有記者都是需要去登記的 好嗎 因為我們所有記者 都是有在那邊 對 因為我們記者正常在採訪的程序是 那我們可以訪問路人嗎 就路人願意的話 可以請你們現在就是 按照那個正常的聲線 對 因為正常的媒體採訪程序 就是我們詢問當事人意見 那OK 好謝謝 我的孩子 我的老婆 你們的孩子 你們的孩子 下誕 那今天 因為我剛剛 21條紙的是什麼部分 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嗎 大概就好 是 好我相信說是這一點 你也清楚 好謝謝你 我等一下再回到我的崗位去了 好謝謝你採訪 謝謝 已經婚姻法沒有通過錢 他已經進入到校園裡面 去做很多這種混淆性別 因為這次修的是民法 就想說 請問這跟教育的這個關係是什麼 能不能幫我們說明一下 對啊 因為教育本來就是 教育我們下一代嘛 那下一代是不是從家庭出來 那下一代也是從一男一女 抱歉我再稍微打斷一下 因為這次是民法 那就我自己的了解 就是 民法跟家庭教育似乎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很理解 能夠再幫我們說明看看 這個關係是什麼嗎 教育跟民法 我剛剛跟你說了 這是兩個議題啦 一個是我們 所以是兩個議題的關係 對 平權融入到男女的這一個最基本的 家庭制度或者是結構 那假如是改成同性婚姻專法 那您又接受嗎 我們只能說按照如果所謂的基本人權 一定有基本人權 但是有什麼是不一樣的 所謂的這種所謂的不同族群 我們說男女婚姻是一個族群好了 對 然後同性的婚姻是另外一個族 這個族群就所謂的各有各類 是說人人就是身而平等 對 但不會說有一群人比另外一群人更平等 不會這樣子 對不會的